對焦跟影像品質我真的是覺得沒什麼話說 那你覺得我怎麼都在拍別人的腳跟屁股 是因為那個店員跟我說 就是客人有不想要被拍到臉之類的 所以就盡量避開他們的臉色 我才拍他們腳跟屁股 然後做個結尾 這台R3應該算是 我們稍微做個結尾 我覺得這個R3真的是對焦 我們稍微做個結尾 OK那我們做個結尾 就是這台R3我覺得它是一個追求速度的一台機器 就是你不管是對焦啊 然後你整個拍攝的效率之類的 就是整個你可以讓你的效率更高 你的更換對焦點的速度更快 你不用這樣子滑 這個就是差一點點就是超級短的時間 就是你在剩那間你需要快速做決定 你可以就快速的讓相機來執行你想要 腦袋中想要的做的事情 來稍微做 好那我們稍微做個結尾啦 就是我覺得R3這台機器就是在追求那個 非常非常高效率拍攝的 就是要你要捕抓瞬間 然後整個相機設計就是你要拍攝一些高速高效率 然後你的操作也需要高速的動物 What the heck 來稍微做個結尾 那我覺得R3這台相機 來做個結尾 那我覺得R3這台相機 我覺得它還是偏向相機啦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主要是拿它來拍攝影片的 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整個高度啊 就是你要放在你的所有的東西上面 就不是很好用啦 就是它的高度 然後它的重量可能是一個優勢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要拍影片的話 你還是挑個R5或是R5C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R5C跟R3應該是價錢差不多的 R3 R3如果你拿來拍攝照片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追求非常高效率 然後你所有的東西就是你不能手忙腳亂 你就是一個你想要對到這邊 它就是可以讓你很快速的對到那邊 就是你在一個可能就是你拍攝的那種舞台啊 或是就是你在移動 真的是拍攝的那種移動瞬間 你要捕捉瞬間 那你真的是沒有辦法說 你忽然想要構圖 改變構圖 然後你要改變對焦點 你要這樣手在螢幕這樣子滑一下 就差那個 可能是零點 零點幾秒鐘的那種速度 那這台相機 如果你追求那個零點幾秒 就是那種 超級小的 一個 就是 What the heck R3 R3我覺得它真的是在追求那個 非常 R3我真的覺得它是在追求一個 R3這台相機 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適合拍攝 那R3我真的覺得它就是在追求那個 可能就是 特定的攝影族群 就是真的是 也不是 What 那R3這台相機呢 我覺得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 就是你如果注重高效率拍攝 或是你真的是 需要一個高性能的 高性能相機大家都想要 但是如果真的是 非常需要 在零點幾秒做決定的那種攝影師 東西就是一閃就過去 拍攝這種一閃就過去的東西 那你對焦點這樣子來 改變你的對焦點 然後你使用這個眼控對焦點 你會覺得 哇塞 真的是 可能你可以拍攝到一些 你平常拍攝不到的東西 真的是 真的是你可以拍攝到 平常拍攝不到的東西 你忽然在那個零點幾秒鐘 你要做決定說 你忽然想要改變構圖 這個R3才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你用其他相機 真的是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追求那種 在瞬間你需要做決定 改變決定的這種攝影師 真的就非常適合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當作 可能隨身機啊 你可以拿來拍 奇怪的垃圾影片 也是都可以啦 就 NEO預算都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 非常非常 適合這種 就是拍攝 那種剎那的攝影師來使用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R3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E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